司马迁把旁娟之真描写得简明恶药 但是基本框架达成了 这样一来就会后世的文学创作 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所以孙病旁娟的老师是鬼谷子 很多故事都是从明朝的冯孟隆的 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里产生的 当然他写得非常细致 也能够吸引人 但这不是司马迁史记的原意 这师兄弟两个是旁娟先出道的 他出道就到了魏国 在魏惠王的手下很得重用 但是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咱还得把师兄孙病给请出来 那个时候还不叫孙病 那是受刑之后就像左丘明一样 眼睛瞎了以后叫左丘明 这样把名字叫下来 把孙病取下来 他出于这样的几种考虑 第一 孙病始终是要出山的 他出山会到哪个国家 咱不可预测 那么到了哪个国家 我旁娟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我就不如把他招到魏国来 免得在外边存在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是一意义 第二 孙病的老子林 智慧多 他的军事才能绝对在我之上 现在弄到我身边 我可以利用他的智慧 利用他的才能 让他为我出谋划策 那么我就可以建功立业 利用孙病 这是出于第二种考虑 第三 还可以让孙病写书 写兵书 写书写起来 我自然会有办法 作为我旁娟的兵书 去流传于世 其实道明 出于这么样的三种考虑 大将军旁娟招来这边一个同窗 魏惠王哪有不知道的 魏惠王真是一个能够识别人才的人 你怎么能够放弃孙兵 你怎么能够让孙兵在这里饱受折磨 受尽各种人间苦难 他是不识人才 他知道有这个人 孙病 到了魏国之后 当然这个旁娟就要加害 因为自己才能 不及孙病 这样的情况在古代可不是一定要 秦国的韩非李斯 也这种情况 同学害同学 他嫉妒孙病的才能 所以就找借口 把孙病给抓起来 而且施以刑罚 在这个过程中 旁娟他的撞好人 千方百计的 使得他不受刑罚不行 要千方百计的表现出 我是怎么挽救你 使孙病的感动 只有施了这个刑罚 那么孙病才不至于可以出去 可以做官 这个刑罚叫做病刑 病刑呢 就是挖掉乞丐骨 这叫病刑 这个就做死了 你永远的不能走动 不能跑到哪去 那就在我的控制之中 然后还有给他 示意请一行 请 就是在脸上的赤字 赤字以后呢 你走到哪里 你也不可能去做官 每年见人怎么做官 病刑让你不能走动 情刑让你不能做官 那么你还能干什么 你不能动脑子吗 我有什么事 你给我动脑子 想啊 想计谋啊 再没事你写兵书啊 不久之后 孙病明白了一切 就要有脱身之际了 他就 趁着齐国的使者 到魏国来办事 私下以行徒的身份 求见齐国使者 说明一切 齐国使者听了大惊 因为现在的齐国 是齐维王 齐维王是一个 特别重视人才的人 听说有这么一人才 而且本身他就是一 齐国人 齐国相当于 现在的阳谷县附近 这里的人 干嘛不弄回去呢 所以暗中用车 把这个孙病 装回了齐国 孙病到了齐国之后 才真正感觉到了 做人了 因为齐国不仅仅是 齐维王 尊重人才 齐维王的同族 大将田稷 特别欣赏孙病 把孙病接到家里 奉为上课 非常礼貌地对待他 当时这个田稷 就和这王族的子孙们 经常在一起 赌马 他们赌马赌三场 都是下的重金 重金赌 赌上千金 那么孙病一看这情况 说田稷的这个马 和对方比赛的马 他们的角力 个腿 估计都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都封为上中下三的 于是孙病就说了 说田稷将军 您只管好赌 我跟你出主意 赢过来 正式比赛的时候 这孙病又提出 以您的下等马 对对方的上等马 先输一局 第二局呢 赢您的上等马 对付对方的中等马 赢了一局 第三局 再以您的中等马 对付对方的下等马 赢第三局 结果是田稷 三局两胜 赢得千金中奖 田稷没他本事啊 齐威王说 您怎么赢的 谁给你出主意了 天稷把孙病 郑重地介绍个 齐威王 所以齐威王 和孙病一谈军事 非常高兴 就拜那个孙病为师 孙病从此 在齐国 有了他的地位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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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